观众朋友 全世界都在问 俄乌战场越来越失控 而普丁还可以忍受多久 乌克兰在发射了连续六枚的远程陆军战术飞弹 攻打俄罗斯军火库之后 它再出手 而且这一次羞辱性更强 乌克兰这一次发射的是 英法共同研发射程广达250公里的暴风引飞弹 命中了普丁的地下掩体之一 今天马老师忧心忡忡地要来告诉我们 为了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 美国 法国 英国相继提供远程飞弹 去攻打俄罗斯本土 一再踹破普丁的红线 就不怕引爆世界核战吗 川普的小儿子在推出上写了一句话 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未来总统的儿子 想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类79年之后 真的要面临核子战争 要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拜登疯了 还剩下一个多月的任期 说哈出去 各位 前天六枚美国的长城飞弹 棒 打中了俄罗斯的军火库 是的 昨天英国的暴风之影长城战 十二枚 棒一下 打中了普丁地下碉堡之一 你各位看 而且这个影片多可怕 是谁造的 乌克兰居然用无人机 先在目标的上空 然后造风暴之影 击中俄罗斯的画面 所以今天他要发射之前 他牢牢早在200公里 去外等着了 各位 这简直是对普丁最大的羞辱 而且是把普丁逼入死角 更重要 他攻击的是库尔斯克 各位 普丁在库尔斯克 现在驻扎了5万军队的部队 1万北韩军队 要在1月21号川普上任之前 把库尔斯克整个收服 现在拜登告诉普丁一句话 No way 你不要想 好 两天18枚中程飞弹 让俄罗斯有史以来 第一次受中程飞弹高级 把普丁所有的红线全部打破 更可怕的各位观众 是这个 拜登就在长城飞弹发射的时候 居然同时签署了 解除禁令 提供乌克兰杀伤性地雷等等 所以我们讲到了 现在在进行天冷了 整个地上泥泥都结成 越来越硬的冰雪之后 钢铁洪流大军要正面对决的时候 现在批准的这一批杀伤性地雷 影响有多大 好 大家马老是地雷嘛 地雷有什么了不起啊 什么战争没有地雷啊 各位观众看这句话 解除禁令 过去是不准的 我告诉你 1991年只有在波安战争的时候 用了这个东西 在最后一次是2002年 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才使用了一次 欧巴马总统上任 立即下令 除了朝鲜半岛有限度使用 全世界尽用 20年来没有用 现在重新开放 不是 我告诉你 恶务战争开放 打开打之后 是 你知道拜登政府说了什么话 说什么 什么都可以给你 对 杀伤性地雷禁止 现在什么都可以给了 美国政府在全世界 禁用杀伤地雷 是 拜登也说 对不起 我不会给你 结果 在他还剩下一个多月任期的时候 他突然间解除禁令 各位观众 你知道 美国现在库存有多少枚吗 多少 超过300万枚 是 把这300万枚 万一送去 库尔斯克 天大地大 这个地方变成人肉的脚肉场了 我告诉你 长城飞弹 杀伤性地雷 这两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把普丁 逼上绝路 逼上死角 拜登就希望你普丁 你打吧 用核武去打乌克兰吧 我们本来以为恶务战场 现在进入了最后终结之前的垃圾时间 等普 那个拜登下来 川普上去 所有的局面会重新改写 对 没有想到进入了死胡同 鱼死网破 你讲对了 所有人都认为川普是和平的 他要结束恶务战争 谁也没想到 拜登不服输 在最后关头 垂死挣扎 全面说哈出去 不惜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惜引起核武战争 好 普丁现在非出牌 非出手不可了 你说哈 好 普丁现在出了两手牌 一手是和平牌 一手是武力牌 对 和平牌 普丁居然在今天宣布了谈判五条件 是 这个谈判五条件不是讲给泽伦斯基听的 也不可以讲给拜登听的 因为你们现在逼我逼要死角 一发讲给谁听的 讲给谁 川普听 普丁寄望的是川普你点头 你满当我的五个协议 否则的话 普丁说你我靠不了了 我靠自己和武 好 现在普丁一手谈谈一手 我告诉你 所有的动作都做出来了 我问你一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住在基普的美国大使馆 西班牙大使馆 意大利大使馆 希腊大使馆 全部封闭 全部测源 他们害怕普丁何报复 不是 有迹象 当然我先讲一下 泽伦斯基要求 你这样损伤民意 民心 那美国大使馆先宣布 有限度要开放 是 好 第一个迹象就是 居然俄罗斯的基 靠近乌克兰基地 发现了图95跟图16洞的身影 各位看 这是什么东西 白天鹅 失神之意 白天鹅 居然有29架 飞到了乌克兰边境 老师画面在飞的 这个就是白天鹅 它是什么样的一款战略杀器呢 各位 白天鹅全世界最大最重 飞最快 飞最远的核子弹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我告诉各位 它这样展翼起来56公尺 它全长54公尺 全界最长 第二它540吨 全界最重 我告诉你它可以带12枚核弹 它的时速可以到2200公里 这么快 再这么重 没有战略轰炸机可以飞这么快 然后它可以飞到12300公尺 也就是说全美国 它可以飞过去用核弹打理 它居然要用这个东西带12枚核弹 现在跑去这附近 天大地大 我告诉各位 普丁在今年还曾经跑去试飞了白天鹅 普丁上白天鹅 注意看 这普丁 就这个画面 普丁 看到没有 你看这白天鹅多可怕 它上白天鹅试飞了30分钟 然后试飞看 普丁试飞白天鹅 我跟你讲 这个是 看到没有这白天鹅 居然出动白天鹅 我告诉你 全世界都没想到 这就是为什么害它 如果用这个轰炸机谱 那天大地大的事情 好 那还有一个 除了这个图16洞之外 还有图95 那各位想 马老师 图95根本是老飞机了 各位看 这是新照片 图95 天哪 你看它下面挂载 这些密密麻麻的 不是 它带的这个是KH1动1 好 马老师 KH1动1也是老炸弹 是 各位知道 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上 美国人惊奇地发扰 捡到吹片 一看 撒住了 怎么了 新改装 双弹头 是 双弹头 就是它飞弹一打出去 两个弹头 是 两个弹头 啪一出去 拦得了一颗 另外一枚 打到你就 没死半条命 你没错 两个弹头 你拦第一个 你拦不到第二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现在发觉 虽然不是核弹 但第一个弹头 被你打了之后 第二个弹头居然是 这个 急速的钢片战争 啪一片 撒出去 是 所以现在捡到了 居然它是改装 看多可怕 KH1动1 现在他把这两个杀器 弄到边境了 好 除了这个之外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大事物要干壁 因为他们本来以为 你如果打吉普 用的是 伊斯坎德尔M导弹 这导弹也很厉害 现在居然传出来 普丁要动用 RS-26中层弹道飞弹 你将用长层飞弹打我 对 我就要用RS-26 你知道RS-26 它可以带核弹 它可以带六枚核弹 第二个 它伊斯坎德尔导弹的 三倍的重量 是 它最大射程 6000公里 涵盖整个欧陆 整个欧陆 它要动用RS-26 好 西方国家说 没关系 你RS-26的发射警 甚至你的机动车辆 我盯着 我都盯到 对 你车辆一出发射场 我就盯到 卫星盯到 你的发射警 你打开我就知道了 对不起 现在普丁下个新命令 我要全面启动 俄罗斯的铁路导弹系统 什么是铁路导弹系统 就是铁路导弹系统 就是它注意看 俄罗斯的铁路 你知道多少公里吗 12万公里 是 全世界第三场的 哇 你看看它停在那个地方 升起什么了 我告诉你 它的铁路 每一个铁路 带6枚 是 RS-26的导弹 垂直发射的 对 然后它时速200公里 是 它一天可以移动2000公里 对 我告诉你 它在12万公里的铁路上 这样飞驰 美国根本掌握不住 美国说 你要掌握住 它这个列车 要分辨出来 掌握住 要数百枚卫星 间列卫星才看得清楚 马老师给我们看到 这一段运送铁道的 弹道导弹的系统 我想到了是金正恩 我想到了北韩 原来北韩就是跟 这个主事业学的 全世界就只有北韩 跟俄罗斯 有铁路导弹系统 铁路导弹系统最难被察觉 最难被发现 最难被摧毁的 现在普丁 王牌进出 王牌进出 最后一个就是 普丁的一个 马吉 心腹 他是俄罗斯的主播 各位观众 这俄罗斯主播居然是说 如果到最后 俄罗斯普丁 将引爆波赛东 末日雨雷 各位看 他还放个影片 布林人一打下去之后 英国在地图上消失 暴风之影 你想拿给乌克兰 我就让你消失 不见了 英国整个岛在地图上消失了 不见了 山岛 为什么 各位知道 波赛东是什么东西吗 他是核动力的鱼雷 你有听过 用核子当引擎的鱼雷吗 所以这个水底核弹在下面是游不累的 他一直在那边游荡着 因为他的引擎是核引擎 所以他又快 你根本抓不住他 他永远不累 他一在深海 还没完 他带了核弹 我告诉你 一打中之后 他不是核弹爆炸 他的引擎也自己没核弹 那不就海底的核海啸了 我告诉你 各位看 他们做影片 500公尺的海啸 人类没见过了 波赛东一爆炸 500公尺的海啸 把整个英伦三岛都淹没 俄国人说 从此英伦三岛在世界地图上消灭 各位 当然这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 万一发生了 人类比第一次的第二次的 还场的悲剧 是会被发生 拜登 普丁 泽伦斯基 人类全体的命运 在你们三个人手上 听马老师讲到这个地方人去 普丁等一个人 但川普上去 同时川普要能对他提出的 五项和谈的条件 要能买单 要能点头 你一点头 我忍了 我忍到你上任 接下来两个月 不会出大事 但要是能等的话 也还事情可以化解 问题是 泽伦斯基可不想等 泽伦斯基现在加大力道 展开无人机的攻势 一步一步的破镜 一步一步的极限施压 普丁啊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你川普上任之后 感觉上好像俄乌战场之间 有一点和缓的空间 但问题是这一段时间 你看俄罗斯动作也很大 泽伦斯基动作也很大 因为最担心是什么 如果大家双方要上谈判桌的时候 用所谓的乌克兰战线现况 来作为谈判的条件 现在大家当然想尽办法攻城掠地 所以你看克里姆林宫现在讲说 如果要说冻结乌克兰战线的这个现况 我跟你讲我们也不满意 但问题是我们看看川普 我们愿意跟川普来谈 因为之前川普所释出的条件 感觉上对俄罗斯来说 比较有利 你把说俄语的这一句都画给他 联手把乌克兰给卖了 当然 那拿到的可能不是只有乌冬 那你得先问问哲伦斯基 我要不要让你卖 所以现在外界也认为说 你克里姆林宫现在感觉上释出这个善意 是不是未来有可能会瓜分到 更多所谓的乌克兰土地 那我们现在来看 实际上对于这个所谓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自己本身 他们也努力的在改变他们 大家都讲说你们今天要 这个坚守阵地 甚至我告诉你 我有打俄罗斯的能力 所以你看乌克兰军队 现在有一个新的无人机母舰 无人机航母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过去看到说无人机航母 航母应该在海上走 对不对 但不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机 但是它的驿展下方两侧各挂了一架无人机 无人机释放更小的无人机 没错 而且它现在讲说 我这两架无人机不是只有把它释放下来 你看它不同的这个视角 视窗上面去看得到 你看它投放的第一架对不对 而且第一架下去之后 你现在看到画面的这个左方的那一个 就是它投放下去那个无人机的这个视角 而且这个无人机要干嘛你知道 进行攻击啊 它低飞凌空耶 是啊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它现在告诉你说我现在在测试的时候是一个航母带两架无人机 是 我未来可以带六架耶 那如果不是无人机凌空大爆发了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得到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在做这个所谓的攻击的这样一个画面 它接近了那卡车就不见了 就被它攻击掉了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未来这个所谓的战场上面啊 会不会在造成整个这个大家 在关注的一个重点 而且不只是这样 最近大家发现到了 这个乌克兰军队啊 使用无人机载具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知道 刚刚看到是无人机 它现在没有我告诉你我的无人机可以模组化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我们一般来讲说无人机啊 你上面啊要嘛就是变成自杀炸弹对不对 他说没有我现在要装机枪也行 我能够装什么都行 空中炮艇啊 我只要按照我今天的这个设备的这个需求啊 我设备就可以改装 而且不只是这样你知道 他们甚至也在测试什么新型的遥控武器模组系统 这个干嘛你知道最简单的说法 它其实就是在无人机上面啊 它也可以搭载所谓的机枪啊 那当机枪的时候 我就不是只有一次性的攻击 我的攻击的这个状况 我可以扩大我的攻击面积 而且再来就是说啊 发现到乌克兰军队在这个生产无人机的部分 他一年可以生产三百万架你知道吗 而且呢现在被发现到说乌克兰军队 他的为什么战力一直保存住 因为他90%的攻击都依靠无人机啊 所以你讲到的是无人机在俄乌战场 锚跟盾的对决 这个是锚 你要去攻别人 你要去戳别人心脏 那俄罗斯普丁也是一样 瞒天无人机来攻打你啊 所以呢 乌克兰这边啊 他也发现到就是说 所有的无人机载具啊 虽然没有人 但是他有东西在控制他 为什么 就是讯号嘛 对 那你看哦 这个是乌克兰啊 他们其实在这个这个 在接下来这个画面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是一个四轴无人机先盯着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坦克车 但是呢 本来旁边有一架这个无人机啊 感觉上要去攻击这个坦克车 但莫名其妙 他居然没有对到这个目标 你看坦克车在这个位置 刚刚那个无人机居然掉下来 闪过了 所以他被他锁定的这个无人机是俄罗斯的无人机 然后让下面赶快逃过一截是乌克兰的坦克 现在被认为说 事实上啊 刚刚我们在这个视角上面看过去的 这一架拍摄的无人机 他只负责拍摄而已 他很有可能他整个电子站的防御系统 是装设在这个所谓的 刚刚你看到这个坦克车上面 也就是他如果侦测到就是有无人机接近他的时候 他自动发挥反制的效果 让你的无人机呢 没有办法接收到一些相关的讯号 导致呢 你没有办法攻击他 而且我们在看到乌克兰除了自己本身啊 在使用这个无人机之外 包含德国在最近也向乌克兰提供啊 4000枚的神风无人机啊 那我们只要一听到神风就知道 他是属于自杀攻击型的 自杀攻击型的神风特攻队 自毁型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他们这个提供的卡马无人机来讲 飞行的范围达到100公里 而且最重要是 他跟弹簧刀无人机看起来 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你知道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呢他现在呢 其实哦 因为他本身的飞行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也让大家就觉得说 如果这些东西啊 被乌克兰真实在运用到战场上面之后 很有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讲 会是另外一个新的压力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各位朋友 德国的这个4000枚的神风无人机背后 他说明一件铁真正的事实 在川普即将上任前的 这两个月的垃圾时间 北约加速大集结 不能够让乌克兰被卖掉 如果乌克兰被卖掉的话 他们少了前线的缓冲 北约就要首当其冲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记得当时拜登不是签署 就说好吧 我同意你乌克兰可以使用 我这个远程的这个武器 对 乌克兰就真的用给你看了 所以可以看到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刚刚提到无人机这些东西 可是真正在战场上面 最重要的地面的火炮 这个少不掉你知道吗 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也发现了有捷克制的 这个低塔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轮式的流炮车 那事实上这一个自走炮 我们之前国军 也有人对它是产生 也很高度的这个兴趣 它的差别是什么 它很厉害吗 好 我跟你讲 它真的最大差别是 你看它这个自走炮的部分 它本身是用所谓的 轮型的车辆在作为带动 机动性够高 对 而且它是属于 全地形这样的一个设计 是 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看到 我们这个通常 这个射击完了之后 很有可能 我的这个阵地位置就被发现 但是因为它具有 高度的这个机动性 所以它打完了之后 本身就可以快速地 脱离战场 如果你要回击我 你只会浪费这枚炮弹而已 是 再来就是说呢 通常像这样的一个 自走炮的部分 你的弹药装填 这些都很麻烦 但是因为它本身也配备了 自动装填的弹药系统 还有它的瞄准的能力 基本上都是透过电脑 来作为控制 所以它对于它保存的 这个所谓的自走炮 在发射完了之后 能够快速脱离阵地 就会发挥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效果 这也代表什么你知道 它不用再担心说 我发射完了之后 被俄罗斯整个找到之后 哇 立刻被摧毁 它可以快速的脱离战场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领东之战的降临 地上都结成硬硬的 一块雪地 会进行钢铁洪流的 对冲对撞 你来看看 乌克兰手上握有这一款 开罐神器 对于这个地面坦克车来讲 其实防护力最强的地方 一定是底盘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战车很怕那个坦克雷 但是美军现在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两个人提着一个箱子 你想说他在干嘛 我跟你讲 他现在拉起来这个东西 厉害了你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飞天地雷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他在这个地雷的周边 放置有四个爆炸物 那他是采用感应式的方式 所以当他感应到有这个车辆 地面震动来之后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居然从旁边弹出第一个 然后弹出来第一个之后 他会去侦测你地面移动的目标 在你那个地面移动目标的上方 产生爆炸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抛物线 换句话说 他算准了 而且风篇修正他算准你的速度 他弹射出去之后 自由落体一落下 刚好就在你的头顶上爆炸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像这种装甲车辆 防护最强的一定是它的底盘 对不对 但是防护最弱的就是最上方 你的头顶啊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在看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面 很多坦克车被摧毁的时候 都是炮塔的那个地方被击毁掉 所以当现在美军把这些东西交到这个所谓 如果交到这个乌克兰手上去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很有可能反而会变成去猎杀俄罗斯装甲车辆的一个必杀器 欧战场是要结束还是进一步失控升级 有一个国家置为关键 就是过去三年来开打一千天 非常暧昧非常不表态 但最近藏不住浮出水面的中国 他涉入有多深啊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 俄罗斯你的底气会不会来自于中国啊 给你这些援助啊 当然中国方面他一定都是否认 但问题是呢 现在丹麦居然把这个目标锁定到中国 这个前提前面是因为啊 波罗的海那时候有两条这个海底电缆啊 那结果被人家给那个被勾断了你知道 那当时大家都以为讲说 是不是哪条船啊 他可能不小心他这个锚刚好放下去啊 刚好起锚的时候把他给勾断 但是他们现在啊怀疑说不是哦 这个很有可能是蓄意破坏 因为他们去查这个所谓的海底电缆的时候 居然发现到他的切口面非常非常的平整 所以呢不太像是用硬拉的把它给拉断了 而且呢他们知道丹麦海军现在啊 锁定了中国的这个一棚三号的这艘船 这是什么样的一艘船只 他们就在怀疑讲说啊 你虽然讲说我是不小心 我是经过这边啊 但是呢很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 很有可能是你在蓄意破坏这个电缆啊 而且他们其实啊 在追踪这个所谓的一棚三号这艘船的时候 发现到他现在正试图要离开 所谓波罗的海的这样一个海域 所以丹麦的这个军方已经强调了 就我今天追踪到你之后 我不是只找你的踪跡而已 我要登船检查 去查查看你船上面的设备 是不是呢 你刻意来破坏这样一个电缆啊 开打一千天到现在一直都在怀疑 一直都要厘清中国介入的角色 现在抓到了 南华早报说 新疆产出一批又一批的无人机 就往莫斯科送啊 这个也非常特别 就是说当中国大陆在否认说 我没有协助这些时候 南华早报你们自己就讲说 我告诉你 其实俄罗斯武装无人机 好多都是在新疆这个地方制造的 甚至呢 他还把这些po出 还告诉大家讲说 我们这个无人机 我跟你讲 我们载重量是50公斤 还可以飞到2000公里左右 但问题是呢 过去大家在讲说 你俄罗斯啊 现在在应付这个战场上面来讲 你有很多这个生产设备或什么 也有受到一些管制啊 但你源源不绝拥有这些东西 难道真的如南华早报自己说的 他的俄军的无人机 是由中国来暗自帮助的吗 观众朋友 俄战场出大事出大大事了 美国远程飞弹对乌克兰 开绿灯之后短短几天 俄战况一路往最担心的 失控情境恶化中 这一批陆军战术飞弹 乌克兰才拿到手 直接拿来轰炸200公里外的 俄罗斯境内的军火库 普丁又一条红线被踹破了 最近的发展 马老师赶快要来告诉我们 美国今天紧急宣布 驻乌克兰大使馆关闭 看到了什么样的危机 迫在眉睫呢 拜登的1001夜 拜登疯了 好 昨天是俄乌战争1000天 是六枚长城飞弹 美国制的长城飞弹 对 飞向俄罗斯 棒 打了俄罗斯的火库 我告诉各位观众 俄罗斯立国以来 第一次被长城飞弹攻击 好 这是一发生之后 天下大事了 俄罗斯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宣布我一定会适当地回应 是 他做什么事 要回应什么呢 好 各位观众 回应这个 这是最新的新闻 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基普大使馆经通知 以接获勤之将会有重大空袭 大使馆即刻完毕 员工就地避烈 避烂 美国公民注意空袭警报 所以俄罗斯普丁的报复要来了 还有 重大空袭将至 我告诉你 这一千天来 基普有没有受到各种空袭 多着呢 多着 是 为什么叫做加两个字 重大 难道是战术核武吗 难道是战术核武吗 核战要开打了吗 空袭已经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对 第一次加上重大 难道是空袭 是战术核武吗 人类七十几年之后 二次见到核武吗 在昨天美国的飞弹 一飞进俄罗斯 一打之后 是 俄罗斯马上开了会议 做了一件事情 降低动用核武门槛 这什么意思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俄罗斯动用核武 有一项自我规定 对 我绝对不对 没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使用核武 这就是一个安全装置 安全法 但是它修改为 没有拥有核武的国家 如果你接受 核武国家的武器援助 常规武器 打我俄罗斯 我就用核武打你 它现在是不是在回应 乌军首次使用陆军战术飞弹 这件事情 还有背后的美国呢 这就是告诉全世界 我要用战术核武回应了 他要用什么 哪一种 核武战术飞弹 回应这件事情 简单说 可能我跟大家讲一下 全世界核弹 全世界核弹有多少枚 几枚 一万两千枚左右 是 俄罗斯占了多少枚 几枚 五千九百七七枚 全世界一半的核弹 在俄罗斯手上 大家一定要知道 核武分两种 一种战略核武 战略核武真的有一百万的 毁天灭定的那一种 毁天灭定 就是一枚就毁个城市了 第二个叫战术核武 一般认为战略核武 俄罗斯是不会用的 但战术核武 小规模性的 它是有可能用的 现在注意听 俄罗斯在七月的时候 从演练战术核武的部署发射 为什么战略核武要部署发射 战略核武 它都在发射井里面 它井一打开直接就发射了 战术核武 它是在储存库里面 它要运到飞弹基地去 装到飞弹上面再发射 所以 它要运到什么飞弹上面呢 就是要分到伊斯坎德M的飞弹上面去 那伊斯坎德M的射程约 483公里 所以现在美国所有的卫星 所有的情报 都在俄罗斯上面看到 只要你战术核武的 已有一场 运输 因为你要运到发射场 去装在上面 你只要一有动静 一有运输 我就立刻要发布核警报 7月就在演练战术核武的部署跟发射了 对 就是为了你敢用长征飞弹打我 我就用核武回答你 好 各位不要说我 我言耸听哦 俄罗斯现在大量量产 注意看 这个是叫立方体M 什么叫立方体M 这个是货柜吗 不是 它是核武的防备 防空洞 各位看 它这什么东西 它一次都是两个 大量量产 它部署民间 第一个 它是用签座的 签座是什么东西 它可以防辐射 防辐射 防放射线 第二 它一个可以 里面可以待54个人 另外一个是除尘物资 跟医疗救治用的 所以俄罗斯现在已经完全连本土 都开始 我用核武打你 我用核武回我 已经做好了核战的准备了 各位观众 不要把这件事情小看 我要跟你讲两个人讲的话 一个是川普的小儿子 他今天在社群网站上 你知道他讲什么东西 他说我父亲正在创造和平 拯救生命 但是美国军工业 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 川普的小儿子 今天在社交网站上 居然用了这个字眼 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马老师告诉我们 现在普丁一手在备战 他在演练 七月就演练战术核弹的部署 然后一方面 他连防护的 你说的核战的防空的 这些避难装置 他可以容忍150人 在里面应有尽有 可以躲过48小时的核攻击 都可怕 我告诉你 不只是俄罗斯在做核战的准备 真的吗 欧洲国家都在做核战准备 我跟你讲 这个小册子 我老是说毛骨悚然 这个谁发的 瑞典 挪威 芬兰 欧洲三国 全部都发了这个小册子 叫做国民民防指南 上面写什么呢 全部都战争发生的时候 对 你要做什么 对 战争没发生的时候 你要准备什么 我告诉你 在准备的项目里 最可怕就是 叫大家一定要准备点片 点片 点片就是应对核辐射的 点片就是因为核战爆发的时候 要发生的 瑞典有没有的小册子 有的 但以前没有核战 没想到会有核战 对 它现在印了五千册 五百万册 五百万册 每一册三十二页 我告诉你 最可怕的是 这个册子上面 有一句话 各位一定要听一下 这句话是说 如果敌人攻击我们 对 我们绝不投降 如果你听到任何放弃抵抗的命令 对 都是假消息 哇 他坚决地跟入侵的敌方 或者是想 二军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也就说他告诉全民 我们没有投降 你听到投降的命令 都是假消息 我们绝不投降 我们战死到最后 一兵一轴 哇 你看这个假消息多可怕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问 普丁真的要发动核武的攻击了吗 大家都以为 他是被美国逼出来的 大家都以为 他是被乌克兰入侵逼出来的 不 英国前首相来过台湾的特斯拉 他惊爆了这个 大家没听过的那一幕啊 我告诉你 英国人 老师说紧张得要命 我再告诉你今天一段话 我一定要讲 是 普丁的前发言人谢尔干 今天说什么 说拜登的惊人举动 就是打这个俄罗斯 对 惊人举动 让英国人 可能今年不能彼此说 圣诞快乐 要毁天灭地了 因为他们可能都在庇护所里面 哇 普丁的发言人讲这个话 威胁英国 一直说 我核弹要打你 好 太阳报今天居然独家拿到了 这个特拉斯 他的回忆录 突如其来 还没出 那回忆录里面讲什么 你知道吗 特斯拉当首相 突然间接到美国来 极机密情报 是 说俄罗斯动用核武的几率 你知道多少 多少 百分之五十 高达百分之五十 大分之哦 对 他立即派国防大臣 下着要命 国防部长 坐专机飞到华盛顿 是 去跟美国商讨 然后他成了一个 紧急应变小组 你知道这紧急应变小组 每天做什么事情 每天看气象报告 看风向 为什么要看风向 因为俄罗斯如果用核弹 炸了乌克兰 对 风怎么吹 吹到英国去 他要控制灾害管制 他居然连这个专案小组 每天看气象 看风向 防辐射层 他已经确定 这个核弹 要打了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 不久前 我们给大家看过这段动画 核爆伦敦 现在听起来 绝非唯言耸听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 特别说英国人 今年可能不能护道圣诞快乐了 这个核爆伦敦 我告诉你 三个多月前是波过一次 是 最近又重播 又重播 大家来看 他就说一个 75万吨的核弹 在伦敦西敏市上空 棒引爆 这一引爆之后 对不起 这个95公里 95公尺之类的 所有东西 瞬间融化 化为乌有 瞬间融化 是 不要想生存 那这个爆炸之后 伦敦死亡人数 85万人 受伤人数 200万人 所以这个 专门给英国人看 好 我今天最后要跟各位 讲一件事情 拜登的六枚长城飞弹 打向俄罗斯 点赢了第三次世界大人影线 点赢了 点燃了 核战的影线 我告诉你 这还不最重要 最可怕是 这个川普 1月20号要上任 1月20号之前 普丁 现在已经弄了 5万大军 跟1万北韩兵 要把 库斯克给夺回来 我告诉你 对你 普丁决心在 1月20号前 要夺回库斯克 现在乌克兰 有了长城武器 未来这一个多月 两个月 将是鱼尸网破 核武大战 真的是一触即发了 观众朋友今天听到最震撼的是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今天紧急宣布关闭 就怕陆军加速飞弹 打过去之后 会不会引来俄罗斯的 更大规模的动作的抗议 或者是报复 今天今天来告诉我们 打了1000天的俄乌战场 会走向和谈吗 或者最后失控 而失控的代价 谁承担得起 俄乌战事满千日 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他就宣布说 基辅当局要发表一篇声明 绝对不会向占领者屈服 一定会抵抗俄罗斯的这个入侵 所以乌克兰的态度也很坚决 这场战事恐怕 短期之内还看不到曙光 那乌克兰展现他的顽强意志 尤其在战场上的推进 虽然俄罗斯现在据说 已经动员了5万大军 包括这个北韩协助他的1万名军力 加上俄罗斯自己的部队 要在这个俄罗斯的 他的这个地方 被乌克兰攻进去了 要把他这个赶出去 可是现在看到乌克兰 他有一支部队 叫做斯沃伯达营 当时这个斯沃伯达营 有至少8名战士 他们在这个随着部队 被围困了67天 超过两个月 完全没有投降 其中啊 前一阵子三个礼拜 还是整个被围困三个礼拜 整个要断水断粮 要让他淡尽圆节 但是不投降就是不投降 也不撤退 后来打到最后啊 终于也让这个八个 斯沃伯达营的这个战士啊 能够活着 跟这些媒体来告诉他们说 乌克兰的军队 是怎么样去抵抗俄军 那你要说俄军去攻乌军 乌军他其实也会报仇 比如说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有一艘一等舰的这个舰长 当时他在这个克里米亚 塞凡斯托波尔 他开车的时候 你看到画面 突然砰的一声爆炸了 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被装了炸药 他被暗杀 是谁要暗杀他 后来俄罗斯当局去调查 逮捕了两个当地克里米亚人 说受到了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情报局的这个指使啊 去对他暗杀 为什么暗杀他呢 因为开车的这一个老兄 他我刚刚说 他是俄罗斯海军 黑海舰队的其中一艘军舰 一等舰的舰长 那当时他们在克里米亚的时候 就下令发射了这个飞弹 去攻击了乌克兰境内 然后造成上百名的 这个乌克兰的军民死伤 所以他当然要帮乌克兰报仇啊 那以牙还牙的结果 就是找了两名克里米亚当地人 去埋了炸弹 在他车底下把他炸死 这已经到了恐怖攻击的层级 双边报复 你报复我 我报复你那个恶意快速的堆叠 你来看看 俄罗斯拿什么出来 攻击乌军的占领 那个恶意的堆叠已经到了 他为了这个 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 想要赶快结束战事 用OFZAB的这个 非常恐怖的高爆燃烧弹 装在他的这个武器 跟常规弹药弹头里面呢 造成在个战场上使用的时候呢 俄军他可以用这个 去碾压大部分乌克兰军方 他部署的阵地 那这个是会有什么产生 他的效果 他是一个新型的导引航空炸弹 OFZAB 那这种炸弹 他里面包含的燃烧混合物 简而言之啦 就是一个空气的这个压力波 他可以在爆炸的时候呢 产生一种摧毁人体的肺部 还有甚至让你的压力 那个眼球都会突出来 让你会非常的难受 会冲击到你的眼睛 眼部跟你的肺部 这个在联合国 话五禁约的这个条约里面 是禁止了这个武器 现在乌克兰发现了 他要去收集这个资料 呈给联合国 你看俄军打仗 对这个乌克兰军人 无所不用其极的这样子 用这种虐杀式的方式来打仗 当然俄军是想要抢下所有阵地 但是用这种手段也太恶毒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再的要强调 全世界都要来关注俄乌战场 一千天之后 会不会一步一步走向失控 除了刚刚你看到的 鸣打鸣枪之外 现在水下的暗战 也是招招致命 就是情报特攻嘛 这个是俄国一直很散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位于这个地方 是在波罗的海这个地方 接近北欧 那你可以看到 波罗的海有两条海底的通信电 最近发生断裂 就跟之前的这个油气管 被炸掉一样 那其中一条呢 有高度可能说 照物理性切断 我就直接讲 就是所谓的人为性 把你剪断 那是谁这么大胆呢 这两条通信电 可是接过立陶宛 还有波兰 瑞典 芬兰 德国这几个地方 包括北欧这几个国家 之前开膳之初 北溪天然气在这个地方 一样被剪断 都在这个地位 热区 所有最恐怖 最致命的猎杀 都在水下进行 所以当然 赫兴基跟这个柏林当局就说 这很明显 他们两边的两国的外交部长都说 这很明显就是被人家人为破坏 所以我刚才讲什么物理性减断 就跟人人减断的 无巧不巧 刚好前一阵子 二军的军舰就现身在这一带 那有一艘研究船 三架的这个无人机 那运作深度可以到水下的这个六千公尺 后来呢 被俄罗斯的军舰在那边出现的时候 爱尔兰的这个海军就护送他离开 所以你看到俄军 他的军舰出现在那边 那北约的这个国家的军舰 也在那边跟俄国展开一种 特攻情报叠对叠啊 你以为只有俄军势力的外扩跟扩散吗 没有 在这个地方挪威的渔民一捕鱼 你看就捕到了这一条大黑鱼 这个大黑鱼是什么东西呢 看起来真的不像鱼 像一个庞兰大物 它就是美军的 维基尼亚局的这个军舰 这一艘七八千吨的这个排水量的军舰 是美军现在二十几 二三十艘的它主力的这个潜合物 有核动力潜舰 也是有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潜舰之一 被挪威的渔民 它在捕鱼的过程 因为意外就撒着鱼网 然后捕捞上 它缠住了它的这个螺旋桨 就没有想到呢 后来这个对潜舰来说 它的整个渔网就被它拖走了 拖走了之后呢 当这个渔民 这个渔船的主人 接到挪威当局通知它说 你捕到一条大鱼的 这个是美军的维基尼亚军舰 它才吓了一条 姑且也不管那个 造成它可能会被罚款 11万到13万新台币 但你就光是美国的 这个维基尼亚核动力潜舰 它竟然可以出现在北冰洋这里 这算是北极圈 而且它里面有12具搭载战斧巡运飞弹 美军已经打造超过20艘 那在这边出现在这个挪威那一带 又逐渐北冰洋 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一个集聚的伤众 从俄乌打了1000天 不断地对外来扩张 影响所及是俄罗斯跟北约的战争 我讲战争一点都不为过 为什么 首当其冲的北约 现在已经发起了 叫做三个字 这三个字叫做 而北约现在也展开动作 在芬兰境内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所以韩风二世的秋季军演已经登场了 你可以看到30艘的战舰跟补给舰 各行的这个军舰去参加 然后演练对抗那个假想敌军 想当然了就是俄军 那之前我们就看到美军的F-35战斗机 在芬兰的高速公路起降 那这一次的这个韩风二十四的军演 你可以看到北约在复杂跟非传统的 这个作战环境底下 它可以赶快讲究的是快速的附属 所以不只是军舰 还有这个F-35战斗机 它叫作战想定是 所有北约各盟国的机场 你都被攻击 无法降落的时候 就像芬兰 你就要用高速公路 德国你也是要用高速公路 你这些国家都是启用你的高速公路 然后去攻击 而且重点是 芬兰后来还跟美军再去购买 AGN-158B的这个空对地的导弹 射程超过1000公里 这就是我们讲的AI飞弹 直接从空中发射之后 自己会去身后不理 它会去找目标的 它会去找目标 有点类似英法合资的风暴指引一样 所以它通过发射这样的一个巡运飞弹 它是不是也可以攻击 这个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好 我就问你了 最后北约喊出的这个核共用 威慈要振折俄罗斯的核扩散 这到底实际它有什么样的盾 来抵挡它的矛呢 这个盾也可以说是另外一只矛 因为当北约同意说 芬兰你可以加入这个核共用的行列 而且让芬兰的这个部队 你可以去 它的军机如果像美军一样 搭载B61的这个 B61-12的这个核弹头 你要想看芬兰就在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也曾经发生过战争 那芬兰可以让军机搭载B61-12的核弹头 意思就是包括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的一大半领土 都在它攻击的射程范围内 那一旦开战的话 俄罗斯你有核威慈 北约也靠着芬兰在你前线 隔壁就有一个核威慈 你的门口我就放了一个核弹 你要用核武威胁 那大家就来气垮 全世界都在问拜登任期剩下两个月不到 为什么在最后的这个时刻 坚持要把远程飞弹送进乌克兰 难道一点都不担心普丁被逼急了 发动核战甚至爆发世界大战吗 他到底拜登看到了什么危机 答案是金正恩 为什么金正恩的威胁让拜登如此的紧张呢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拜登他在出席G20的峰会 开场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美国强力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认为在座的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美国老大哥已经上香了 已经开始了说 我们要支持主权跟领土完整 可是大家就想拜登 你们的民主党已经选输了 一月就要交接了 你这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看到了金正恩 北韩其实是世界上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武力组装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如果不赶快把它解决到这个事情的话 后面你的乌二战争 你很难去有一个完美的一个ending 而在他的任内 他四年那么支持乌克兰 如果到最后乌克兰被卖掉的话 他的历史定位怎么办 这句话就是对着 很可能是川普上任之后 会把乌克兰卖掉的疑虑跟担忧 所说的要大家不能够抛弃乌克兰啊 对 因为法国的前总统欧兰德就说了 川普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24小时要搞定吗 是 24小时怎么搞定乌二战争 乌二战争一开始打的时候呢 就想说 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大概三个月搞定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了 他说实际上就让乌克兰投降 剩下的事情其实取决于欧洲 所以如果再不赶快加强这个进度的话 可能乌克兰最后不是割地 就是投降 拜登到底看到了什么威胁 答案是金正恩 金正恩如何让他的北韩大兵 这么快速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加速让俄乌战场复杂化更棘手 对 大家来讲的话 过去来说的话 几十年来战争都是代理的战争 或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普丁把金正恩七小胖给拉下来的话 这个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两个国家一起进来 而且金正恩他其实说实在的 他是一个独裁政权 他就可以派出十万大军来协助俄罗斯 大家讲说你暴风之翼 你这些特战部队怎么去那个地方就被绞杀了 可是你知道吗 那是他们没有见过新习代的战争 你慢慢的一批两批三批之后 当你习惯他的五人机 当你也会操作五人机 当你会弄这些火炮的时候 这效果是不一样的 而且人家讲的一件事情 现在来说十万大军 乌克兰你等人在少了 我十万慢慢的轮替慢慢推 这个等于是什么意思 打鸡血 补血下去的话 其实对俄罗斯的军力 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补充的 相对应的 对乌克兰来讲就是极其不利 更何况是三年打下来 已经兵痞马困还没完 真正金正恩的大威胁 不只有十万大军要送到前线去 你看看他的平壤 干什么大事了 我看你在金正恩来讲的话 很多人就讲说 你金正恩你只会去试射飞弹 当你要不到国际援助 当你们没有粮食可以吃的时候 就来试射飞弹 不要忘了 北韩有核武 而且北韩恐怕是这几个 有核武里面 最有可能按下按钮发射核武的人 所以他讲的话 北韩在金正恩的领导之下 他呼吁军方 金正恩说我们要干嘛 要持续加强核武力量 不满足于现状且不受任何限制 国际社会就是怕你有核武 你不但要不满足于现状 你还要不受任何政治 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说北韩来说 可以做生产到 一百一十二枚核弹的一个能力 它的配料是足够的 而且他们讲说 不满足于现状什么意思 原子弹已经很可怕了 核武已经很可怕了 他们恐怕还有氢弹 氢弹是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 没有使用过在战场上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原子弹 它是一个核分裂 氢弹是先核分裂之后 再核融合 是 宇宙就有一种东西 是这样做的 是什么 就是太阳 你想想看 氢弹就像是一个太阳一样 核分裂之后核融合 如果在地球任何地方 丢下一个太阳 地球是会毁灭的 所以没有人 真正敢在实际战场上面 来使用而北韩竟然有这个东西 好 我问你 每一张金正恩北韩 官媒释出的照片 都有它的政治意涵 比方说这一张 我们知道这个在隧道里 在山洞里 它就是要告诉你 我的浓缩又正在左右两边 我有具备核弹的 制发研发的能力 而这张照片出来 它居然是告诉全世界 我有能力可以制造出 毁天灭地的氢弹 你要制造氢弹 必须要有磷溜 磷溜是一个管制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而它们不只是拥有磷溜 它们多到去问了叙利亚跟伊朗 你们要不要买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们自己用是足够的 甚至要把这些东西 给拿出去卖 表示说它们的锄量够 而且它们有这个技术 可以制造出核弹 制造出氢弹 2007年它曾经释爆 你知道吗 这等同 当量等同6000吨的黄色炸药 它释爆过氢弹 它释爆过氢弹 你知道这个人有多疯 大家不知道这种核分裂在这家核融合 它竟然就给它 给它出了去 出了去之后 还告诉它的叙利亚的好朋友 告诉它的伊朗好朋友 你要不要来买我的技术 所以当时你现在看到 这个当时的这个纪录画面 当时在地底 释爆的时候 它引发了地震 引发了地震 然后它还告诉大家 因为它有地震的时候 日本就第一个抗议 日本抗议的时候 北韩说 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地震 日本还去拿出数据说 你那个是垂直的地震 没有那一种天然地震 是垂直的 你这个就是核爆 这样可怕的氢弹爆炸 杀伤力 它的威力有多大呢 你知道吗 广岛的 日本广岛被丢了原子弹 那个状况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氢弹的话 你炸出去 是那个广岛原子弹的700倍 你看广岛的纪录片 炸下去之后呢 森林涂炭 你根本就是人间低语 如果加700倍的话 被炸的那个地方 不是说会森林涂炭而已 会消失的 这就是氢弹的威力 而北韩也有这些威力 又跟普丁站在一起之后呢 你说拜登 他是不是 吓到要赶快 在最后两个月任期之内 赶快把这个事情给结束掉 就严重在于 金正恩的核武威胁 有争无解 还没完 氢弹又来了 对 那美军要怎么反制 美军其实已经有一套 完整的一个规划了 因为金正恩你难以受控 可是北韩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独立 极权的一个国家 大概就只有金正恩 他一个人可以决定 要不要发射核武 要不要发射氢弹 所以只要他们来用一个网络战 当你要按下去的时候 不是像电影讲的那么简单 拿了一个足球箱 然后随便打开 按下去就好 你要联网的 所以他说 透过网络攻击 在金正恩准备要下达 使用核武器的时候 把这个连接点 每个节点给断掉 断掉 这个就是点你的穴位 点你的死穴 让你完全在这个地方 完全瘫痪掉 对 可是这个风险非常的大 你要非常的精准 如果你提早出现的话 北韩就知道说 你网络骇客进来了 你要在那个精准的时间 把它弄下去 所以除了这个网络战之外的话 你还有一个威慑他的东西 就是什么 洛杉矶级的潜艇 它里面栽培了灭国神器 灭国神器是什么 就是巡翼飞弹 还有非常多的巡翼飞弹 把它弄到釜山 到釜山去之后 如果你敢轻举妄动 我就把你发射出去 而这一个洛杉矶的 这个核动力的潜艇 里面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ASDS 它是什么呢 核潜艇 它的吃水 非常非常的深 如果你把它想象成 水面舰来讲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在潜水域 来用使用核潜艇 可是这个ASDS 你就当作是一个运兵车 可是它是海下载体的运兵车 当我的特种部队 需要进行 铲汤作业的时候 全部把人丢进去 而且丢进去有个好处 你在里面不用着装 你一般来讲的话 你在水下必要怎么 这个潜水装备 然后你的气瓶 有一定的时间 你用完了 你就没气就会死掉了 可是这一套系统来讲的话 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让你 轻轻松松进去之后 把你丢到前线 抢摊之后 进行斩首攻击 为什么要斩首 关键字出来了 观众朋友 今天洛杉矶级的潜舰 运进了 已经进入了釜山港 他就是要让金小胖知道说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 为什么 我可以从这里放出了 海豹先进部队 我的特战 可以从潜艇 放出更小的潜艇 进行敌后渗透 然后只有两个字 斩首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 北韩这个状况 它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金正恩 他一个人掌握的国家 也只有他 可以去按这个按钮 不管你要发射核弹 不管你要发射氢弹 那如果这个人不见了呢 对不对 那是不是没有人可以按了 所以呢 如果这个海豹部队 可以用这一套 这个运载系统进去之后呢 去把它给斩首 那你要斩首有这么简单吗 其实在过去来讲 苏兰曼尼 伊朗的二号人物 虽然就被斩首过 地狱火 我们美国 是不是也可以用 同样的系列 把我的无人机 转控在你的一个部队 视察里面的话 然后我们的特种部队 需要的时候 甚至你直接无人机 你就可以发射什么 地狱火 把它给绞杀之后 如果这世界上 没有金正恩的话 那北韩就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按这个按钮 没有人按按钮的话 那你的核武威胁 跟你的清单威胁 那是不是其实 就化解于无形了 好 观众朋友 今天打到这个地方 就在倒数两个月 拜登要下来了 川普要上去了 俄乌 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看到普丁的每一条红线 都被踹破了 对 你看 今天的远程打击的飞弹 也送进去了 然后 不只是美国 现在连法国登高一呼 只要你开口 只要泽伦斯基开口 他连派兵都可以啊 法国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不要只担心美国 我们也有什么 核武 你想了那么多 难道我们没有核武吗 我们有弹道飞弹吗 我们有 我们有核弹头 所以把弹道飞弹 加到核弹头之后呢 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核攻击的 你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大西洋的同盟也有核武 法国没出兵支援 所以乌克兰没要求 你用导装剧 如果你要求呢 我能不能也出兵 所以我今天远程的攻击 直接运进去是最容易的 再来我告诉你 你有核武 我也有核武 对 然后更可怕 他告诉普丁 今天如果乌克兰一提要求 我法国出兵都可以 对 法国出兵 跟提供武器 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意涵 我用我们法国的人民 来进行作战 北约就被绞进来了 北约就被绞进来了 因为他知道 北约再不赶快绞进来的话 以后川普上任 你根本不知道 川普要做出什么样的要求 所以把暴风阵影送进去 你有需要 我们也送人 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美国 除了美国之外 法国 还有北约 大西洋同盟 也都全部绞进去了 所以当北约被绞进来之后 海啸第一排会是什么国家 我告诉各位 就是跟俄罗斯接壤 有一千多公里的芬兰 对 大家想一件事情 台湾的处境 就是等同芬兰的处境 芬兰跟俄罗斯 有一千三百公里 接壤的一个领土 那这个波德里面呢 曾经有两度 被俄罗斯侵略过 所以过去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冷战时期 包括法国 包括德国 很多的国家都在裁员兵力 然后甚至变成这个募兵之作 只有芬兰 一直是用真兵制跟台湾一样 你时间到你就得上战场 而且呢 你退伍之后呢 你跟台湾一样 你要变后备军人 你要猎拐 那我问你 白色死神就从芬兰来的 对 芬兰的兵力到底有多强 对 芬兰的兵力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知道吗 他们过去来讲的话 他们人员随时可以扩中到28万人 28万人是随时可以上战场的 然后呢 预备役可以达到90万人 这个是人员的部分 他们一直以来不停地补充兵力 除了从美式那边来讲的话 还有得志的爆系列的坦克车 然后呢 K9是跟谁买的 韩国买的 是 所以呢 他除了人员的补充之外呢 他到处去买 而且买完之后呢 他把它弄到同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他们是准备好了 能够有人能打 而且呢 有武器装备可以上战场的 在川普上任进入最后倒数 俄乌战场居然再升级 俄罗斯发动机三个月来的 最强烈的攻势 超过200次的攻击 精准锁定乌克兰的电网跟电厂 摆明要在领东降临之前 摧毁乌克兰大面积的发电能力 不过在此同时更震撼的消息是 拜登卸任之前 对乌克兰送上了弹 他批准了过去 一直压着岸兵不动 射程可达300公里远的 长城攻击飞弹 这痛痛踩上了俄罗斯普丁的红线 他们警告 战事一旦升级成第三次 世界大战 那也是有可能的 决定战局的最后关键人物 到底是谁 上帝吗 不是普丁 不是川普 居然是钢铁人 马斯克 现在俄乌战争到底我们一个结束的可能性 老实讲 现在整个局势 一直在剧烈的变化 就像在最近的时候 居然俄罗斯军队发射了120枚各种的飞弹 还有90架的所谓的攻击无人机 那这个乌克兰方面也证实了就是说 他们真的俄罗斯的军队大规模去空袭所谓的基辅 而且你知道在同一时间 那个警报声大作你知道 而且你看 现在乌克兰方面指控说 俄罗斯军队的目标 居然是能源基础设施 他干嘛你知道 打他的发电厂 打他的水利设施这些 他们现在比较担心 是因为冬天要来了你知道 那如果今天这些发电设施 受到攻击的话 很有可能乌克兰人 在冬天 这个可能 一天可能20个小时都没有电可以用 这个就是人大危机 就是三年的俄乌战场打到下来 每到了冬天 冷空气一下来 你就发现俄罗斯的主场来了 他手握天然气 手握供暖的资源 这就是他的武器 而且他现在看起来 对这个乌克兰来讲 确实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包含泽伦斯基都出来讲说 你们这样子打下来的话 真的是太过分了你知道 而且这次被发现到说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 他们所动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武器 不是传统型的东西 乌克兰说呢 他们这个爱国者拦截系统 在基辅上空呢 有抓到什么你知道 匕首空射极音速飞弹 极音速飞弹 你连这么精锐的 相邦保健都出窍了 我甚至有看到这个有媒体 报导引述这个乌克兰方面 有人的说法 说他们好像也有打到 这个所谓告死的 这个所谓极音速飞弹 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知道吗 当你俄罗斯今天去打 这个所谓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时候 你居然用到这个匕首这一种 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匕首的急速可以达到10马赫左右 快到拦不住 对老实讲 如果就10马赫的这个速度来讲 以我们现行的 这个飞弹防御系统来讲 几乎很难拦得到 所以乌克兰说 我有成功的把它拦截到 那怎么办 最后只能剩下以爆制爆了吗 好这就是大家关注到说 拜登你的态度 感觉上有点不一样了 以前美国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是支持乌克兰守护自己的国家 但是反对乌克兰进攻俄罗斯 美国相对态度是克制的 但最近拜登居然批准了 说你好吧 乌克兰你可以使用 我们这个美制的长城飞弹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如果你今天批准他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是 他批准的应该是 这个ATACMS的这个飞弹 它射程有306公里你知道 那过去呢 其实乌克兰被允许 就是说你在本土防御的时候 可以使用美制武器 但是这种长城飞弹 那代表是你可以去打 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是不是拜登在这个阶段里面 去批准是要增加乌克兰 未来因为讲这个提果谈判 要增加这种筹码 但问题是泽伦斯基的解读 跟拜登可能会认不太一样 因为泽伦斯基说 当你批准我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战争要怎么结束 飞弹自己来说明一切 所以这是天大地大的事 当他交付了这个射程广达 300公里可以打到本土 这是打到莫斯科的这个 陆军战术精准飞弹 我问你 普丁会怎么办 战况会升级吗 第三次世界弹会爆发吗 所以这就是外界认为说 你川普那时候当时不是讲说 我上任之后 我就赶快结束这个俄乌战争 但是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也没有要松手 那对于乌克兰来讲 你今天原先川普提出的 那个停火条件 对乌克兰来讲是个羞辱 你要不把什么说俄语的地区 都让给他 我的乌克兰军队还要减少 这个不是逼得我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一定要扩大战场吗 所以大家会发现到 那你川普 川普遇到拜登这一次 批准这个长城飞弹可以使用的时候 川普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这问题很大 他说这会陷入 让我们陷入第三次 针对俄罗斯的核战 所以他居然就讲说 我跟你讲 我虽然我已经当选总统 但是我的就职典礼 来得不够快 才会让你在最后的垃圾时间 居然迁述了这个 306公里的原火武器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不是像这种 所谓的几百公里的状态 因为大家会担心 就是说如果到最后 战争都激烈的时候 会不会使用大家最不想看到的 核武 这个我跟你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模拟图 事实上很可怕 你知道吗 因为居然有人开始去模拟 核弹去攻击基辅的 这样一个画面 他们那时候模拟的是 用一百兆顿的 这个核弹袭击基辅 你看他第一次落下来之后 你看他的范围 是64.2公里之内的 全部都有 那你知道像核弹打下去之后 第一波的那个震波 后面还有陆陆续续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他们居然演理出那个模拟出来之后 会有250万人 因为你如果使用核弹攻击的时候 这些人很有可能会丧失生命 那怎么办呢 恶意在堆叠 恶意螺旋在不断的对立上升 俄罗斯已经说了 如果你们把我们逼到墙角 就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谁能终结这一场僵局 是上帝吗 我认为川普虽然喊出来讲说 要把这个什么 什么俄乌战争给结束 对不对 那乌克兰现在的讲法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上权辱国的一种调法 可是呢 哲伦斯基他也说 他说呢 等到川普就任总统之后呢 俄乌战争将会提早结束 那前提是什么 就回到了就是 难道你哲伦斯基 现在什么都不做 等着川普跟你说 我告诉你就去签 哲伦斯基他的讲法是什么 你知道 我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 没有任何人可以逼我上谈判座 但他后面补了一句说 乌克兰将尽一切的这个努力 那明年前要结束战争啊 明年 那川普你什么时候就位啊 你也没那么快啊 所以呢 是不是哲伦斯基现在是讲说 你今天美国既然批准 我用长城的这个武器 那我就给你用到好用到满 用到给它爆炸呢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